全世界一样 所以是一个英文版本的 全英文的 对 我们要研究一下 不要看错了 9月29日 郭晶晶一家最新合照曝光 她与老公获起刚带着长辈和孩子们 一起来到大力体验渣染 至于孩子们有多看喜欢 看网友描述就知道了 都已经做到下午两点多了 却依旧舍不得去吃饭 并且还约定下次继续来 郭晶晶做了一条渣染裙子 孩子们则做了玩偶和围巾 一行人忙到根本停不下来 完全沉浸其中 郭晶晶在老师的指导下 认真缝制裙子 完全没注意到有人在拍照 在看货晶晶妈妈 为了帮女儿缝制裙子 更是掏出了老花镜 真实演艺现实生活中秘密缝 因为太喜欢渣染 以至于连饭都不想去吃 看图中郭晶晶儿子的反应 确实如此 11岁货中西身穿白色T恤出镜 趁自己刚做完玩偶货中西 赶紧起来吃东西 看她那狼吞虎咽的模样 怕是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再次投入盗杂染中了吧 努力过后 每个人都有了自己的小收获 三兄妹在妈妈或晶晶的指导下拍照记录 华中各自抱着各自的玩偶 各个货中西直面镜头 脸上露出灿烂笑容 长相十分或是 姐姐货中颜和妹妹货中意 像是被一旁别的东西吸引了 俩人都侧着脸 并未看镜头 妹妹终于比姐姐中颜小两岁 身高差自然明显 单颜值上 终于和中颜则是越长越像了 每次一对双胞胎 偷有几分奶奶朱灵灵的影子 体验完杂染之后 郭晶晶还与老公霍企刚 一起与杂染博物馆人的拍摄了合照 夫妻俩笑容满面 一个比一个亲切 私下里的郭晶晶很少化妆 基本都是素颜世人 虽然双颊红红的 但皮肤状态真心不错 而从曝光的另一张照片来看 除了郭晶晶一家五口和郭妈妈外 郭晶晶婆婆朱灵灵 以及朱灵灵现任老公罗康瑞 也一起参加了这趟旅行 朱灵灵一边搂着郭母 一边搂着老公 脸上笑容灿烂 惊险游玩好心情 虽然朱灵灵 与郭晶晶妈妈都一年迈 但俩人气质 确实一个比一个优雅 给人的感觉大气十足 朱灵灵是霍企刚生母 虽然早已与霍巴霍真婷离婚 但私下里她和儿子儿媳 一直都保持着密切联系 不仅这次扎染一起 此前也同样被曝出过一起旅行 而且从郭晶晶和霍企刚的反应来看 他们对朱灵灵现任老公罗康瑞 也十分尊敬 一大家人相处得很是融洽 郭晶晶霍企刚结婚多年 两人一直都被称作是模范夫妻 更重要的是 夫妻俩教育的三个孩子都很优秀 完全没有那种豪门小孩的性格 每个都很独立 祝福郭晶晶一家永远幸福开心 9月29日 有网友分享出前段时间奥运会结束后 郭晶晶带着家人来自家 扎染博物馆体验扎染动态 见到郭晶晶本人的网友满是激动 大赞郭晶晶真人很瘦 网友还透露称郭晶晶做了一条扎染的裙子 他和霍企刚的三个孩子则做了玩偶围巾 一家人都喜欢上了扎染 一直做到下午两点多都没去吃午饭 其中 意犹未尽的郭晶晶还与店主约定好 下次带着自己画好的画来把它做成扎染 网友还晒出与郭晶晶一家合影 照片中和老公霍企刚 还有几位工作人员拉着衣服扎染画合影的郭晶晶 他和霍企刚休闲风穿搭一如既往的低调 夫妻俩虽说站在了C位 但一点架子都没有 连上全程都挂满笑容 满满亲和力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带着撒孩子到大理旅行的郭晶晶霍企刚 亚妈妈也有同行 而且 朱灵灵还带着现任老公罗康瑞 而说起朱灵灵 他小说女主办的人生可以说是现杀旁人 20岁嫁给霍真廷并生下三子的他 47岁与霍真廷离婚 50岁再婚嫁给罗康瑞 创立瑞安集团的罗康瑞 他也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据悉 在今年罗康瑞就以14.5亿美元 位列2024福布斯中国香港富豪榜第46列 罗康瑞和朱灵灵一样有过婚姻也有子女 不过在婚后的两个人是共享财产的 当然对于本就不差钱的朱灵灵来说 他看重的并非罗康瑞的身价 罗康瑞也并不是很看重财富的人 他曾表示人生中最重要的就是家庭健康 娶了朱灵灵的罗康瑞与霍奇刚三兄弟相处得很不错 之前霍奇刚过晶晶去看五剧永春 朱灵灵和罗康瑞就有同行 而过晶晶也曾爆料称每逢天热了就会带着孩子们去婆婆豪宅游泳 再看此次网友晒出的大理旅行照 照片中朱灵灵搂着郭妈妈 66岁的她依旧满头黑发 脸蛋肌肤看起来也很紧致 整个人看起来至少比真实年龄要年轻十岁 相比朱灵灵 一旁郭妈虽然已是一头白发 但精神气很好 而且 气场上完全不输朱灵灵 俩妈妈都很有气质 一手搂着郭妈的朱灵灵 另一边站着的就是老伴罗康瑞了 罗康瑞也是一头白发 但红光满面身体很硬朗 以爱气紧贴合影的罗康瑞笑的一脸慈祥 看得出来 两个人感情很好 话说 从去年开始网上有传言 称朱灵灵与罗康瑞离婚 对此 两个人虽然并没有正面回应 但多次合体的他们算是用实际行动击破谣言 网友还晒出过 津津一家体验扎染的画面 下图中埋头做扎染的津津好温柔贤 三个孩子学的也很认真 合影中老大霍中西抱着一个还没来得及扎染的纯白色玩偶 老二霍中颜脖子上围着一条紫色围巾 老三霍中一一手包着一个扎染玩偶 每个人都收获颇风 郭晶晶还安排三个子女拿着各自作品合影 露出正脸的三兄妹 这五官简直如复制粘贴一般 三兄妹中老二霍中颜不仅长得漂亮 气质也超好 对此有网友表示活中颜完美遗传了奶奶朱玲玲的好基因 咱就是说 看完郭晶晶这一大家人日常还真是令人羡慕 谁说豪门只有勾心斗角 看郭晶晶或起刚这相处其乐融融的一大家人 可以说是打破了不少网友对豪门的刻板印象 祝福郭晶晶一家人继续幸福快乐下去啊 奥运冠军郭晶晶一家八口出游啦 这可不是普通的家庭出游哦 简直就是一场豪门亲情的盛宴 在奥运会后 郭晶晶带着全家老少 一起去了杂染博物馆体验传统工艺 网友们纷纷晒出合影 真是让人大开眼界 说起郭晶晶 那可是跳水界的传奇人物 不仅记高超 还加入了豪门 生活的幸福美满 这次出游 郭晶晶一家可是低调又亲民 完全没有豪门的架子 他们一起制作杂染作品 连孩子们都积极参与 真是其乐融融啊 看这张合影 郭晶晶与霍企刚站在中间 两人穿搭低调 单气质出众 亲和力满满 网友们纷纷表示 这才是真正的豪门风范 低调又不是格调 而一旁的朱玲玲和罗康瑞 更是抢精十足 朱玲玲是霍企刚的母亲 20岁就加入了霍家 47岁离婚 50岁再婚嫁给了罗康瑞 这段经历可是比电视剧还精彩呢 朱玲玲和罗康瑞的感情一直很好 这次出游更是历迫离婚传言 两人紧紧相依 朱玲玲还搂着郭晶晶的妈妈合影 罗康瑞则是一脸慈祥的笑容 真是让人羡慕不已 看来 航门生活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复杂 他们也有着自己的幸福和温馨 在这次出游中 郭晶晶一家不仅体验了扎染工艺 还展现了家庭的和谐与幸福 郭晶晶做了一条扎染的裙子 孩子们则做了玩偶围巾 每个人都收获颇丰 看孩子们拿着自己的作品合影 那笑容真是比阳光还灿烂 郭晶晶真是个贤气良母 不仅把家庭打理得津津有条 还带着孩子们一起体验传统文化 这样的教育方式真是让人点赞 而霍启刚也是个好爸爸 全程陪伴在孩子们身边 一起制作扎染作品 享受亲子时光 除了郭晶晶一家 朱玲晶和罗康瑞也是这次出游的亮点之一 朱玲晶虽然已经年过半百 但其次依然出众 和郭晶晶的妈妈站在一起 完全看不出年龄差 而罗康瑞则是香港有名的富商 与朱玲玲共享财产 养人感情好的不得了 罗康瑞不仅看重家庭 还非常注重健康 这次出游 他全程陪伴在朱玲玲身边 一起体验扎染公益 享受生活的乐趣 看来 罗康瑞真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富豪啊 说起霍家 那可是香港有名的豪门之一 霍启刚作为霍家的长子 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优良传统 还凭借自己的努力 在商界闯出了一片天 而郭晶晶作为霍旗刚的妻子 也是备受瞩目 他不仅有着出色的跳水技艺 还有着清和力的笑容和低调的作风 这次出游 这次出游